天才少年造出小型核弹 被人追杀却意外让核弹启动 三分钟后核弹将被引爆 届时整个城镇都会沦为愤须 他要如何应对这次危机呢 今天木卫就给大家讲一部科幻电影 曼哈顿工程 小帅是一个聪明的高中生 精力旺盛的他总喜欢搞一些奇怪的东西 看到笑话小美的车钥匙被锁住了 他一个指甲剪就把车座给截了 这一手露的小美立马就被迷倒了 另一边一个秃头博士找到小帅的妈妈租房子 顺利租到房后还想约小帅妈妈吃饭 小帅这个时候刚好回去 碍于面子小帅妈妈就没答应 兔头博士马上就发现了关键 于是邀请小帅去他的实验室参观 来到实验室 兔头给小帅展示了激光穿甲 可小帅对此却不以为然 反而对另一边绿色的熔液十分感兴趣 但兔头却敷衍一下就带他出去了 小帅觉得兔头有问题 于是在兔头与他妈妈约会时 他找机会溜出去 用指甲刀开车锁的技术 成功的找到了兔头的一堆奇怪的证件 随后小帅来到小美家 他告诉小美 说自己认出了实验室绿色熔液 是核材料 这群人是在小镇附近搞核武器研究 这让小美吓坏了 他立马就想到找人曝光这个实验室 此时外面雷电交加 灵机一动的小帅 想到利用雷电的环境 溜进实验室偷取证据 两人来到实验室 小美假装车子故障 请求保安帮助 而小帅则趁机溜进实验室里 利用偷来的秃头的证件 进入了实验室 借助秃头向他展示的激光穿甲的力量 他在墙上开了一个洞 成功的偷出了一瓶核原料 最后再次躲进小美的车里 成功逃出 拿到证据 小美提议写文章曝光实验室 可小帅认为 没人会相信两个孩子的文章 于是他告诉小美 他要用这个原料 造一个小型的核弹 用结果告诉大家 他们说的是真的 说干就干 之后小帅一边上课 一边恶补知识 尝试制作核弹 最后真让小帅成功了 小美还给他拍照留念 两人打算把这个 带到科学展上去曝光 与此同时 实验室那边也发现了材料的丢失 博士立马就想到了小帅 一群人来到小帅家里寻找 果然让他们找到了材料 还有核弹的图纸 在举办科学展的酒店里 小美和小帅正畅想着 曝光后一举成名 这时秃头博士带着军方的人 闯了进来 博士和小帅严肃地讲了他闯下的祸 这一切 被隔壁参加科学展的小孩子 头停到了 在众人的压力下 小帅答应带博士他们去拿核弹 可到了车库 却发现核弹不在这里 于是把小帅抓了起来就要用刑 关键时刻 隔壁的熊孩子拉下电闸 冲进房间制造混乱 这样才救出了小帅 在他们的帮助下 小美小帅成功带着核弹逃走 抓不到人 军方立马带人控制了小帅家里的母亲 第二天 小帅打电话给母亲 知道了家里的情况 小帅表示 可以把核弹交出去 但地点要在实验室 而且博士需要写一份公开研究的声明 为稳住小帅 军方让博士先答应下来 而后小帅如约来到实验室门外 拿到声明 进到实验室里 军方突然变卦要杀小帅 秃头博士不乐意 便挺身帮助小帅 看见这情况 小帅赶紧躲进实验室 装好了炸弹的引爆装置 无奈的军方只好让博士去谈判 慌乱间引发了核弹的故障 即使引爆装置被启动 这下众人再也顾不上对峙了 为了拆解炸弹 双方六人一起剪断保险司 危机终于解除 军方还想对付小帅 但是小美已经通过电话的方式 让许多人知道了此事 见到赶来的众人 军方知道没法动手了 只能掩护小型核弹离开此处 众人终于得意解救 影片到此结束 木卫说电影 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